内阁总辞后大家都在猜 到底谁接任行政院长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是毛治国来接任行政院长 而且呢 这个多数格也会继续的留任 现在就有人质疑 像是劳工团体 他们认为这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而部分的工商界人士 对于改组幅度过小 也相当的失望 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 昨天就炮轰 说我们还要期待什么 而一美食品董事长高志尚更直言 不要让政府变成这么懒 不过业界也提醒 其实马总统任期只剩下一年半 与其再推新政策 不如好好稳定目前的政策走向 我会永远怀念与大家共事的日子 也会永远以曾经与各位伙伴 一起打拼为龙 辛格魁人士案终于明朗 将由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接任 但看在劳团眼里 认为了无新意完全不意外 我想整体而言 给人家的感觉 是换汤又不换药 事实上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物价等等的这些都是 民怨的很高的项目 赴隔魁 他事实上就是负责 这些相关 譬如说像物价 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监督的 结果反而是步步高升 变成隔魁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转换 是让他摸不着头绪 那当然也不会期待太多 老团吃之以逼 首显工会理事长许舒博 同样没有太大反应 呼吁新内阁应该以稳定政策走向为优先考量 不过还是有许多企业界人士对新隔魁送上祝福 对于国民党今天这么第一名了解 大败之后由他来担任 我们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目前我们认为应该立刻推动的 服贸协议货协议都可以马上上线 交通部会员的时间相对是比较长 我相信他应该有很好的学养 在这次内阁改租过程当中 获取一些表现非常优秀的 这些阁员应该是尽量策法让他们留任 因为国家培养人才不容易 新隔魁出炉前看守内阁不敢作为 让外界担心政府陷入空转 如今新科院长出炉如何大显身手 各界都拭目以待 余电TV五家雷星台北报道